Guten Morgan 弟弟还在睡睡 看一下 我们来到了真正的峡湾了 我们今天要看完的峡湾叫做盖朗叶 我第一次看到峡湾就是夏天 然后有看到上面有一些雪 早上起来在火车上看到的 这是我第四次来到挪威 虽然说有些峡湾已经来过了 但是跟不同的人来还是有不同的回忆 猜猜看挪威总共有多少个峡湾 我查了一下资料总共有1195个 你还记得国中地理课本上写的挪威峡湾的形成原因吗 是因为冰河时期高纬度冰川运动侵蚀河谷后 逐渐磨石山壁形成峡谷 被大象海水倒灌切割后成为峡湾奇景 大家都在外面拍照欣赏 先来吃个燕麦粥好了 游轮上自助式早餐的蛋的种类繁多 我们早餐一定会至少吃一种 看你是要半熟还是全熟的荷包蛋或是水煮蛋 水波蛋加荷兰酱还有两种炒蛋 家人们都很喜欢床尾大片玻璃窗的位置 在每家自助餐厅的早餐菜色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Mark Restaurant还是我们的首选 每一家自助餐厅早餐开始的时间有点错开 因为阿嬷都还蛮早起的 所以他们常常在Mark Restaurant开放早餐的前20分钟 就在门口排队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坐到床尾的位置 这就是早餐最早开始的餐厅是East Restaurant 他们是早上7点钟 开到最晚的餐厅是Bella Dona 开到11点 如果你在早上7点之前肚子饿的话 可以到15楼的Beach Club 那边有提供咖啡 可以还有一些简单的蛋糕跟小点心 那边早上6点就开始提供了 我阿嬷常常早上4点就起床了 到了早上6点的时候 我妈会陪阿嬷去Beach Club那边喝点茶和咖啡 吃点东西 正好我们的房间就在15楼 他们只要走出去就到了 也算是非常的方便 今天我们要去的叫做Galangiefjorden 中文叫做Galang二耳霞湾 它是挪威最受欢迎的霞湾之一 在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 这个就是七姐妹 听到广播说 我们现在正要经过著名的七姐妹瀑布 这边也蛮漂亮的 我老公爸阿嬷然后热水 如果你跟我一样有乳糖不耐症的话 这里也有提供Lactose Freie的牛奶 我在船上吃早餐的时候 都会用咖啡粉泡一杯咖啡 然后加这个牛奶 有一艘船叫My Shift 这也是德国的船 也是走高级路线 比较没有小孩 我们AIDA是比较多小孩 可能我们之后可以试试看搭My Shift My Shift也是德国的游轮公司 在德国的旅游杂志上 常常拿My Shift跟AIDA这两家 在互相比较 他们的房间设备比AIDA好一点 比较像是五星级Hotel的房间 但是两家游轮的定位不太一样 AIDA比较家庭取向 My Shift比较没有那么多小孩的游乐设施 AIDA下船的地方通常都是在三楼 有星巴克咖啡这个楼层 如果你担心下船的时候肚子饿 也可以在星巴克里面拿 邮轮免费提供的夸送面包 以及冰柜里面的三明治 GD你吃夸送好吗 它夸送是这样 而且夸送是热的 对啊 它夸送是热的 甜点的 那你可以把它剥掉啊 哈喽 我们今天来到另外一个霞湾 霞湾叫做什么 很丢的 哇 这边好美哦 所以霞湾就是这样子 你第一天看到的时候 你会哇的感觉 可是等到你看到第七天 你就会觉得 哦 好 就这样 哈哈哈 我们这次的邮轮 霞湾行程 总共停靠了九个霞湾港口 下船的时候 都是这种宽广的步道 不需要大排长龙 也不需要坐接驳小船 同样在改洋夜 停靠的邮轮当中 我就有看到别家邮轮 它的上岸是要搭接驳小船的 我们也坐过那种邮轮 不会晕船的人是还好 但我们家姐姐小时候 就曾经吐到不行 而且接驳小船上面 经常有呕吐的味道 还要排队等上船 我觉得很耗时间 AIDA的邮轮 在靠岸下船的时候 完全不需要坐接驳小船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棒 其实改洋夜 是一个人口 只有250人的小小的小镇 小快艇 这个区域2005年被评选为 世界自然遗产之后 观光客也越来越多 成为邮轮、露营车、游客 一定会来的 著名观光景点 这里非常热闹 有很多可以逛的小店和咖啡馆 看这个咖啡超漂亮的 好可爱喔 做邮轮旅游有一个缺点 就是在公海上面 经常会没有网路 现在来到咖啡欧雷 在船上如果需要Wi-Fi的话 都要自行付费 它有不同的package 姐弟的估障 在船上每天还是要跟 美国那边视讯开会 所以他又买了一个 10天吃到饱的上网package 每天大概是15块欧元 但是他只有限制 三个装置可以使用 今天还没上班 今天还没有up-load video 我好找安上的咖啡 来上传那一周的影片 大家还记得是哪一支影片吗 每个人都在看手 这周面照片 不会得语言的移居德国 关于新的技术移民法的那一集 就是在这个咖啡上传的喔 改良夜的小山坡往上走 就有好几个蛮壮观的瀑布 有一些路段还蛮陡的 轮椅不是很好推 姐弟的咕咕咕帐 他们全家都很会爬山 他们是有专业登山装备 去爬数千公尺的百越那种 这边有一个很美的瀑布 如果你喜欢登山或是徒步践行的话 非常适合来挪威旅游 因为挪威有好几个座名的旗岩 三大旗岩就是 奇迹时 步道时 巨人之手 或者叫做山腰之手 都是要徒步登山才能看到的美景 搭乘游轮当然也可以去爬这些旗岩 你可以参加船上的探险行程 有一排的可爱小店 姐弟的小姑姑他们家就有报名参加 好像很少从这么近看我们船的结构 这个最下面这个应该是四楼吧 他们是只有窗户的 就只有对外窗 然后五楼的就是有一个 这样像一个洞一个洞的这个阳台 然后六楼那边是我们餐厅的地方 然后我们算是住的比较高 我们15楼那边 比较开阔的阳台 我们现在要回到船上咯 船在这里 我们那边从这边上船 然后左手边就有一个tapas的bar 然后这边的tapas是免费的 冷盘跟热的 但是这边的喝的都要甜 有白酒 有咖啡 有啤酒 sherry 这个tapas就是都一点一点点 西班牙小菜 然后我们还是有叫了bionard跟啤酒 我们在那边吃完tapas 现在过来吃curry board 这边一样是curry board是免费的 但是喝的东西要钱 你要多少钱呢? curry board是免费的 总之吃个小点心 还蛮正宗的 还蛮正宗的 他的burger有五种 可以选 然后你看那边 好多burger的 刚刚这边全部都满满的小孩 他们现在已经在收了 这边刚刚都满满的小孩在排队 14楼的Fiego餐厅 因为它开的时间比较长 到下午5点 所以我们如果有上岸的话 一场露露的人们都会来这边 排队吃汉堡 还有现烤的pizza 这边是有漩涡的游泳池 然后上面有很多水稻 以前姐姐好喜欢来这边玩 这边有一个小的bar 还有一个grocer shop 球场跟排球场 然后上面那个水稻很长 可以看到那个外面的风景 然后他会人脸辨识哦 输入你的卡 这是卡感应 然后再照一张照片 然后他就会找出所有有你的照片哦 是不是很厉害 我们今天来吃这个啤酒屋 这边的啤酒呢 听说是用海水酿造的哦 然后里面就非常有 巴巴利亚啤酒节的感觉 先点了这个三个四喝的组合 哦好 哈哈哈哈 还是没有睡一觉 对他没有睡 你有睡 他有睡 是 没睡的吧 有睡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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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有沙拉吧 菜都还蛮新鲜的 可以搭配那个猪脚 这次台湾家人来德国 还没有带大家去吃正统的 德国猪脚 因为我们宝贝也吃了两天了 所以我提议晚餐来 啤酒屋吃正宗的 德式料理的甜甜口味 但德国猪脚的皮很硬 不管是汤或是马铃薯球 或是德国猪脚 全部味道都很咸 不是很合大家的口味 因为德国料理的分量都很大 一人点一份的话 每个人都吃不完 我想如果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形 我们可能会两个人点一份就好 虽然餐点是免费的 但是我们全家都是爱惜食物的人 我们吃buffet或是点餐 都一定会尽力的把食物吃完 不要造成浪费 哇!好班养喔 我们要吃一个非常大的猪脚 很可怕吧 確定吃得完 我尽力 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另外一种不一样 嗯 德国传菜是本国猪脚 皮有点硬 马上就是吃那个 很咸 酒足饭饱之后 我们都会到甲板上吹吹风 在船上到处走一走 我们要离开这里了 拿出船上的日报 看一下晚上有什么精彩的活动 可以去参加 我们每个人的房间每天都会有这个阿依达的日报 上面都会写了一些每天的活动 你睡着了 现在是晚上九点半 好漂亮喔 大家都在拍耶 今天非常谢谢你的观看与陪伴 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我希望下一集的大结局 能够带大家看完八个小碗和八间餐厅 那我们就过几天再见咯 拜拜